掃除肩膀,当它一打下去时,手会出力 但当它接触到东西时,这里大力 但这里,它未能控制到力 但如果它一打下去,撞击时,手臂加上伸力 这个手臂就不会咬一咬它,受伤的机会会少些 不过最重要是,你初初不要打太重的东西 因为一路一路适应下去,这样才容易做到肩膀,没有那么容易受伤